每个人活着都要做出妥协 穷人是对生活妥协 不是他们愿意斤斤计较 他们也愿意穿着干净体面的衣服参加晚宴 而不是为了一两毛的差价和小贩扯皮 富人也得对生活妥协 为了做成生意 可能前一个小时还胃痛需要住院 下一个小时就吃了止痛药出现在饭局上 合作伙伴说大家举杯庆祝下 那杯酒就肯定逃不掉 像唐元月这样的够有钱了吧 她的苦恼依旧很多 玉华集团上下有许多员工 全指着她这个董事长带领这么多嘴巴吃饭 每天睁开眼想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意 她弟弟至今都没放弃和她打官司 她和老婆何止同有感情 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情 爱情对唐元月来说太奢侈了 唐靖云急病去世 她仓促接管玉华 要对家人负责 要对集团员工负责 爱情帮不上唐元月的忙 和家才能助力 所以她娶了何止同 联姻就是唐元月的妥协 不仅是她 很多富家子弟都会选择联姻 享受了家世带来的富贵生活 个人做出点牺牲很正常啊 唐元月是真把杜兆辉当朋友 虽然奈货是个狗脾气 今天对她爱理不理的 但她永远忘不了唐家混乱时 杜兆辉对她的帮助 她也知道 杜兆辉仍然把她当朋友 朋友之间也会吵架 她不在乎杜兆辉这态度 愿意和对方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要是夏小兰没结婚 唐元月提都不会提这一茬 她自己是没难运气 把爱情和婚姻化等号 万一杜兆辉有呢 娶了夏小兰 也同样有联姻效果 还是非常好的那种效果 她都不用带多少嫁妆到富家 她自己就是最有联姻价值的存在 但杜兆辉这不是没娶上吗 夏小兰结婚都一年了 杜兆辉还这样 那是打算等人家离婚吗 可人家就是恩爱到老 一辈子婚姻都没出问题 杜兆辉又该怎么办 杜兆辉满脸写着多管闲事四个字 唐元月也没住嘴 喜欢她和你找别人联姻不冲突 你的喜欢可以放在心里 娶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就向你俩合伙做生意 俩人一起培养你们的孩子罢了 兆辉 你别嫌我说话难听 你要是一直没孩子 杜家的财富你交给谁继承 别抢来抢去 又花了一生的时间努力经营 到老了又把自己奋斗的结果 交给你不喜欢的杜家人 有儿子继承家业 那就首选儿子 没儿子或者儿子扶不起来 就要让女儿上 儿女都没有 那就是兄弟姐妹 或者侄子侄女咯 不巧的是 杜兆辉厌恶她所有 同父一母的弟弟妹妹们 想来将来看侄子背里 也不会太顺眼 唐月月这话可算戳了杜兆辉的死穴 她本来要跳起来了 以下又像被戳破的气球 联姻是不可能联姻的 她还要等夏小兰离婚或丧偶呢 但没孩子继承家业 这点的确比较麻烦 她对生孩子这种事毫无热忱 因为她自己的成长经历 实在不算愉快 母亲早逝父亲混蛋 杜兆辉自己都没信心 有了孩子后能当一个好爹地 自己都没过舒畅呢 她哪里过得上下一代 不过唐元月的话提醒了她 她要是一直没有继承人 将来家产该交给谁 总不能全部捐掉吧 呸呸呸 她辛辛苦苦抢到手的 为什么要白白捐掉 真要找个女人替她生的孩子吗 那得什么样的女人 才能配得上她这样的靓仔 不行 和那些女人睡觉 不是她占便宜 她是吃亏的一方 想到自己以前吃过的亏 杜兆辉的脸一下就黑了 嘴上还不服输 扑该 你还是操心自己吧 我自有打算 叫我娶一个像何止童那样的女人回家 说起来是门当户对 人却笨得要命 我看到就会心烦 我和你不一样 我只要最好的那个 绝不将就 杜兆辉还挺佩服唐元月呢 娶了何止童那样的蠢货 还有脸给她传授经验 这经验就是错误的 找个蠢货生孩子 孩子可能也蠢 这样的继承人杜兆辉是不肯要的 她一边厌恶杜兆荣养儿女的手段 一边又不自觉受到影响 将来她的孩子若是没本事 她大概也没有多少慈爱之心 虎腹无犬子 轮到她了 就生条软啪啪的虫子出来算什么 唐元月被杜兆辉噎个半死 这天简直没法聊下去 好在金牌时间也差不多开始了 有噎成政府的人通知大家可以进去 唐元月披下杜兆辉就走了 夏小兰和刘勇也要进场 路过杜兆辉身边很好奇 你和唐元月说什么了 我看她有点生气 杜兆辉真厉害 连唐元月那样永远看不出真实情绪的人都能被惹生气 夏小兰不知该怎么评价她这本事 杜兆辉呵呵笑 我就说她老不蠢 乃至她就生气了 所以说什么朋友情谊都是假的 见色忘有才是真的 杜兆辉黑唐元月的时候从不手软 这也是很别致的友情了 夏小兰咳了一声 你要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 就算是事实 那也不能说出来吗 唐元月脸上都挂不住 当然要生气 何时恩不满了 道 姓杜的 你说谁蠢 杜兆辉哪里怕何时恩这样的小鬼 我就是在说你姐姐蠢 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屁都不懂 他就敢学人炒股 一口气亏了几千万 你们和家真是不缺钱啊 你 杜兆辉拿何止同炒股亏掉屁里和嫁妆的事出来说嘴 何时恩也反驳不了 杜兆辉又不幼稚 比何时恩大了小十岁 逗小孩子很好玩吗 好了 我们赶紧进去 竞拍也要开始了 何时恩 你也回你姐夫身边去 你是来学经验的 看看你姐夫会怎么做 不把杜兆辉和何时恩分开 夏小兰就清静不了 何时恩不情不愿的 想说跟在夏小兰身边也能学经验 但人家和他非亲非故的 干嘛要教他 刘勇和孟冠超等人落后几步 孟冠超小心试探刘勇 夏总和港字公司很熟啊 那今天的竞拍还咋搞 他们这些游资散户的 真是来凑个热闹吗 刘勇谦虚道 不算特别熟 点头的交情而已 屁嘞 当他们瞎吗 明明是说说笑笑好不熟悉 孟冠超不由想起和夏小兰签的那个优先转卖协议 夜城法院腾出来的拍卖场地不小 来参加竞拍的人也不少 每家公司都不可能只派一个人来 有代表有顾问 把能容纳两三百人的会场都挤满了 自打今年四月份成立穷岛经济特区后 夜城的地价是一个月一个样 这次夜城政府要拿出来拍卖的三块踪地 能拍下就肯定会赚钱 闲炒地皮赚的不够多 还能自己开发项目 只要有地皮在手 怎么办都是行的 像称戎 玉华 或者威尔逊家族这种规模的公司 在不知穷岛地价会涨到几百万一亩的前提下 并不是很在乎地皮的涨幅 他们更想要自己开发 买卖地皮是一次性买卖 自己开发才是长远的 现在可能没规划好要开发什么 但在有潜力的地方 低价购入一些土地 进可攻退可守 是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 像孟冠超这样的散户 拿太多土地自己也没拿资金开发 想的就是炒地皮赚快钱 夏小兰算是居中的 以开发项目为名 也是她炒地皮的真实目的 朱穗州大概也是单纯想炒地皮吧 不 可能以前是这样想的 在穷岛赚了一笔钱 还回去管理亚西亚 但在亚西亚的股份发生大变动 夏小兰成为亚西亚的大股东后 朱穗州的想法可能有了变化 眼下看来 回去接管亚西亚是无望了 不如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穷岛 发展好她单独成立的扬帆地产 所以这次进拍 连圣轩都来了 圣轩生的女儿才几个月大 未满周岁 当妈的都舍得把孩子扔在商都 那这次来是很有决心的咯 刘勇和孟冠超等人分开 坐到夏小兰身边低声问道 姓朱的一直是买地又抵押 抵押贷款的钱又继续买地 她这样做真的没人管吗 我看孟冠超等人也心动得很 看着地价一直涨 舍不得卖到之前入手的 还想买入新的 受到朱穗州的启发 现在也在到处找门路想从银行贷款 刘勇有隐隐的不安 他也是国内挺早接触银行贷款的私营业主了 之前找五行长跑贷款 甚至还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国债券 那时候的国债券没人愿意要 银行的行长都要把他当任务摊派 刘勇想的也是相互帮忙嘛 五行长在他和小兰最需要资金十一次次支持 他手里宽裕了就回报对方样 买国债券又不是行贿 是帮五行长分担任务 所以人要发财真是咋都挡不住 今年国债券居然能兑换了 刘勇买的国债券不仅没砸自己手里 还小赚了一笔 国债券里有商机啊 要不是刘勇如今生意做大了 他还舍不得撒手 还会在国债券买卖里花更多精力 就是刘勇这样熟悉银行贷款 并从银行贷款获利的人 都在感觉隐隐不安 不是说只有他和夏小兰能从银行贷款 其他人贷款就是错误的 而是他和夏小兰贷款 是投入到了实际经营 承建项目 项目完成后能收到款项 立刻就能偿还银行贷款 做房地产开发贷款也是同样的道理 以地皮做抵押 先从银行贷款用来盖房子 一旦房子卖出 资金回笼就能立刻还款 而诸穗州的做法 却是贷款买地皮 地皮赚了钱也不出售 还想继续捂着卖更高价 这也挺正常 没到诸穗州的心理价位 他可以选择不出手 但不还银行钱 又用地皮抵押继续贷款 就这样无限循环 何时才是个头 仅仅只有诸穗州这样做也就罢了 他的做法却给了孟冠超那些人灵感 大家都不想卖地 只想继续买入 有买有卖这个市场才会流动起来 一直捂着不卖 还从银行贷款继续购入 刘勇算来算去 总觉得这地皮最终是被银行买走了 银行买那么多地干啥 银行又不盖房子 如果像诸穗州那样搞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最后会不会把穷岛的地皮都买空 等到找不到更多买家接手的那一天 又拿什么偿还银行的贷款 越是往深里想 刘勇的隐隐不安就越是放大 在竞拍会场里 他竟自己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 刘勇说了自己的担心 夏小兰惊喜无比 他就居然能想那么远吗 连他舅舅都想得到的是 夏小兰不相信那些聪明人想不到 但上一世穷岛的地产泡沫还是越吹越大 直到最终崩盘 是被巨大的利益蒙蔽了理智 也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大家都在玩几股传花 凭啥到自己手里就玩不下去了 肯定有人接手的 自己肯定能逃脱的 疯狂和侥幸并存 所有人都杀红了眼 这里不是推心置腹的好地方 夏小兰也只能低声回道 朱穗州是朱穗州 他怎么做是他的事 我们不学他 只要我和您不要太贪 就能从穷岛赚到钱全身而退 就算是朱穗州暂时也崩不了 穷岛的地价还有上涨空间 朱穗州也有个管用的钱袋子 看看他的杨帆地产下一步怎么发展吧 如果能静下心做几个项目 还能从炒地皮的狂热中稍微清醒下 如果一个项目都不做 成立杨帆地产就为了不断的囤地皮 朱穗州最后能全身而退的几率就很小了 反正夏小兰早有打算 他不会眼睁睁看着穷岛的地价被炒到几百万亿亩 他抽身而退时会提早戳破这个泡沫 谁要是来不及撤退 只能自认倒霉 刘勇资衙 朱穗州的钱袋子就是圣轩呗 圣轩也是胆子大 为了朱穗州可是赌上了前程啊 朱穗州要是还不上银行贷款 圣轩也得跟着完蛋 当然人家本是夫妻 利益本来就捆绑在一起 圣轩愿意为朱穗州冒险 谁都管不着 杜兆辉等刘勇和夏小兰交投机尔说完话才凑过来 二号地怎么样 我想拍二号棕地 旁边不知道有多少双耳朵在竖着听 杜兆辉一点都没降低自己的声音 二号棕地有69亩 是此次参与竞拍的三块棕地中最小的一块 以杜兆辉的性格 不买最对 只买最贵 哪里会瞧上这二号棕地 这货是身攻击西 专门说来迷惑别人的 现在全场80%以上的游资散户必然都恨他 因为这二号棕地 本是那些人最容易拿下的目标 隔了两排位置 圣轩也抬头望来 眼神很冷 二号棕地也是朱穗州想要的 一号棕地面积122亩 三号棕地135亩 一个比一个大 资金不雄厚的根本别想拿下 杜兆辉在扰乱视线 隐藏自己的真实目标 圣轩却以为他真要买二号棕地 又看杜兆辉和夏小兰结伴前来 便认为是夏小兰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让朱穗州不能达成目的 说真的 脑补太多也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 不涉及亚西亚的时候 夏小兰和朱穗州的利益毫无冲突 启航此次又没有买地的意愿 朱穗州能不能买地成功 与夏小兰有啥关系 但圣轩要用眼神发射死亡射线 夏小兰也不愿意对方太舒坦 一本正经的配合杜兆辉演戏 真巧我也觉得二号棕地不错 面积不大不小 很适合开发 没想到杜总也有意 那一会儿我们两家公司可要争一争了 还煞有其事的和杜兆辉一起分析 说这69亩的土地能做个什么项目 杜兆辉都仔细分辨了一会儿 才确认夏小兰是说瞎话 其他人对夏小兰不够了解 静听的津津有味 看起来深信不疑 孟冠超和夏小兰比较熟 苦笑连连 夏总 启航的海天姻缘还没开盘 您手里的地皮还有不少吧 也要留一点汤给我们喝啊 夏小兰笑笑没说话 孟冠超几人去年在穷岛买地皮时也是豪赌 夏小兰给他们稳定军心 签了个优先转让的协议 在特区成立消息确定前 这些人固然是没有把手里的地皮卖给朱穗州 事后却也没转让给夏小兰 这是很正常的事 大家都想获得利益最大化 本来就是优先转让 而不是必须转让 孟冠超等人觉得地价还会涨 不愿意此时卖掉 夏小兰也不会责怪他们 但有几个和孟冠超走得近的 明明当初也和夏小兰签了优先转让协议 在穷岛省级经济特区成立后 他们没扛住朱穗州的一价收购 出手了手里的地皮 夏小兰当初说的按市价买下 朱穗州出钱高于市价 这几人的做法也不算违约 就是让夏小兰不太舒服 朱穗州要不是靠一价收购 也不会陆陆续续收入300亩地皮 当时卖地给朱穗州的人都后悔了 钱是赚到了 地价还在涨 做其他生意感觉还不如继续炒地皮 又纷纷杀了个回马腔 今天又来参与踪地近拍 这几人不卖地给夏小兰符合情理 却在他这里没了情面 夏小兰自然也不会对他们掏心掏肺 他配合杜兆辉演戏本也不是要骗他们 可这些人若要上当 他也不惋惜 商场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他和杜兆辉合作多次都没出问题 他也不会信任杜兆辉 这些人总要交点学费 才能学会分辨真假 和施恩怨怨欲试 唐元月一个眼封扫过去 你给我安静坐着 你又不拍地 跑过去讨论什么 施恩从你踏进竞拍会场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开始上第一堂课了 别人说什么你都好好听着 你用心听 用心计 还要用脑子想 嘴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称隆集团会不会拍二号踪地 唐元月觉得杜兆辉看不上这二号踪地 但若价钱合适 真的买下来又何妨 说到底 还是因为称隆不缺这笔钱 69亩的土地放在港岛特别大 放在这穷岛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就算是开发也用不了多少成本 杜兆辉说的话真真假假的 唐元月没放在心上 因为玉华和称隆是同级别的存在 唐元月才能明白杜兆辉的想法 其他人却不一定懂 何世恩这个年纪也不会懂 唐元月希望他能静下心来好好看 自己思考 唐元月也不想替何家交儿子 但他和何芷彤的联姻很稳固 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婚 何世恩将来若是能力太差 把何家给败光了 还得是他收拾烂摊子 与其将来烦恼 不如现在好好教教对方 不过看何世恩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显然是没听见他说的话 唐元月也没有勉强小舅子 年轻人贪量 看见夏小兰就走不动路的 也不缺何世恩一个 少年莫爱并不丢人 丢人的不是他小舅子 是那个从前纵横港岛花边小报杜兆辉好不好 唐元月想到杜兆辉刚才的话还生气 何芷彤是不够聪明 但大部分没有生活压力的千金小姐都这样 何芷彤也不差别人什么 非要把何芷彤和白手起家的夏小兰放在一起比 杜兆辉那混蛋 就是在故意戳他痛楚 穗州 他们就是故意的 圣轩咬牙 二号宗地只有69亩 预计的成交价一亩不会低于15万 这就需要1000万出头的资金了 而一号和三号宗地太大 他和朱穗州一开始就没做过打算 和那些大资本相比 杨帆地产的钱都是从银行贷款而来 哪里能拼得过那些人呢 可那个称隆集团的杜兆辉 放着一号和三号宗地不碰 偏要对面积最小的二号宗地下手 圣轩就觉得是夏小兰在故意捣乱 他和朱穗州要做点生意不容易 夏小兰就见不得他们好是不是 女人在怀孕和生孩子的一两年内 因为激素影响 本就敏感多思 再加上原本就有坏印象 圣轩对夏小兰的看法是越来越偏激了 朱穗州放下手里的资料 握住他的手 阿轩 这是椰城政府放开审批的第一场拍卖 扰乱我们计划的并不是夏小兰那些人 而是椰城政府选择这种出让土地的方式 以前是谁要买多少面积的土地 直接找椰城政府谈就行了 多少钱一亩 要哪个位置的多谈几次总能谈拢 现在主动权是掌握在了椰城政府手里 面积位置包括转让架全都不受控制 这种感觉让朱穗州很抓狂 他寄希望今天的竞拍 在场的人能不要那么疯狂 让他能拿下一块地 又觉得如果三块踪地的拍价都被炒得很高 也不算坏事 这场拍卖后 整个椰城的地价都要上涨 他握在手里的三百亩地皮会更值钱 圣轩是出过国的 比一般女同志有见识 但也不是真正的生意人 生了孩子后更是沉不住气 朱穗州觉得自己尽可攻退可守 不会和圣轩一样冲动 但真的会是这样吗 有人敲了敲木锤 说拍卖开始 整个会场很快安静下来 我们今天要拍卖的踪地有三块 一号踪地面积122.3亩 位于椰城西郊 土地性质是住宅用地 起拍价1800万 每次举排竞价不得低于10万元 刚介绍完一号踪地的情况 全场哗然 夏小兰等人还坐得住 油资散户是真的受到了惊吓 椰城政府也太狠了 122.3亩的一号踪地 起拍价1800万 单价就是14.72万一亩 这个起拍价已经赶上如今的市价了 在网上加价近拍 他们这些买地的人真能回本吗 这也太贵了 连刘永都惊讶 想想去年来椰城买地的时候 满城的地皮随便挑 地段最好的也才5万一亩 买了那么多地 平均下来4万一亩肯定能搞定 而现在 椰城政府给一号踪地的起拍定价 就是14.72万一亩 这涨幅也太恐怖了 虽然椰城如今的地价本就能值这么多钱 可那是市面上的交易价 椰城政府这样定价 说明官方认可了市价 不对 岂止是官方认准了市价 分明是椰城政府在给地价添柴家伙 起拍价都要14.72万一亩 真正成交又会是多少 刘永觉得椰城政府不该这样做 声音里满是不赞同 夏小兰轻轻摇头 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 地价是多少 不是椰城政府单方面的决定 是不断涌入穷岛的资本 给了椰城政府信心 土地审批在椰城政府手里 人家又没强行按住谁买 是在厂的这么多人争着抢着要买 这个定价 是根据穷岛特区成立后椰城地价的涨幅定的 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谁要是嫌贵 完全可以不举牌 可全场窃窃私语相互交谈 除了大公司稳坐如中 所有人都对一号宗地的起拍定价议论纷纷 却也没见谁立刻站起来 丢掉竞拍号拍离场 嘴上说不要 身体倒是很诚实 夏小兰反正也不打算入手 就更不慌了 请各位保持安静 竞拍马上开始 台上的木锤重重敲击 椰城政府心里也没底 这个定价会不会太高了 若是留拍 那还有点尴尬 但来了这么多人 总有人是不嫌贵的吧 穷岛经济特区宣告成立也有八个月 有很多人响应号召涌入穷岛谋生 真正的支柱产业尚未落实 地价却飙升 椰城政府也是惊喜交加 这次宗地竞拍是一次试水 一号宗地竞拍开始 对一号宗地感兴趣的请举牌 木锤一敲 全场寂静无声 主持拍卖的人冷汗都留下来了 足足有一两分钟 全场都没有举牌的 大家都在观望 没有人轻举妄动 夏小兰心情轻松 决定由自己来给大家热热场子 就是以白珍珠举牌 白珍珠同志 今天是以她助理的身份来看热闹的 一举牌就要花1800万 压力还是有点大 不过接到夏小兰的眼神 白珍珠还是稳稳举起手上的牌子 主持的人都快感动哭了 声音高了三个度 19号举牌了 19号 1810万一次 19号 1810万两次 19号 1810万 12号举牌了 1820万一次 启航是19号 杜兆辉是20号 12号则是玉华集团 也就是唐元月紧跟着举了牌 夏小兰让白珍珠举牌 唐元月也把号牌给了何时恩 何时恩现在一脸激动 她这个富二代因为年纪不大 何家能给她不菲的零花钱 也有自己的豪车 但一次性花1800万这种精力 何时恩是没有的 一次性花180万 她都拿不出来好不好 虽然是代表姐夫唐元月举牌 何时恩仍然激动 一股兴奋从脚底窜起 传遍四肢 这感觉真是难以形容的爽 杜兆辉吃笑 小屁还一个 1800万就激动了吗 看看港岛的土地拍卖 起拍价就上亿了 1800万算什么 见过大场面的人 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但这个拍卖会场里 有见官市面的大公司 也有许多没见过市面的 全部身家加起来 也就几百万的人也不少 他们单打独斗 无法拍下任何一块踪地 是准备合伙为标的 一号宗地面积太大 起拍价太贵 就算几人凑钱也没那底气 有夏小兰和唐元月开头 众人才战战兢兢举牌 也都老老实实的 举一次加十万 就这样慢腾腾的加价 一号宗地也被推高到了 1960万 就连孟贯超也拿着号牌 举了两次 虽然希望不大 但万一又真被他拍下了呢 1900多万拿下这块地 是贵了些 不过要真是拍下了 孟贯超东挪西凑也得把地买下 这场拍卖会后 夜城的地价肯定又要继续涨了 他怕个屁 价钱到1980万的时候 朱岁周也没忍住 举牌一次 31号 1990万一次 还有没有比31号更高的出价 夏小兰冲朱岁周夫妻一笑 让白珍珠继续举牌 朱岁周再追举一次 将一号宗地的拍价推到了2010万 2010万了 一号宗地的单价到了16.43万亿亩 这个价钱是不是值得 夏小兰和杜兆辉交换眼神 意思是杜兆辉若确认要买一号宗地 这时候就该取牌了 杜兆辉轻轻点头 一号宗地才是他真正的目标 31号 2010万两次 还有没有比31号出价更高的 5号竞拍者举牌 5号是哈罗德的助手卡尔 卡尔在华国工作几年了 已经学会了说华国话 他的华语带着特殊的腔调 非常好辨认 2100万 好了 终于有出价大方的竞拍者 不是举一次加10万了 主持人精神一振 5号 5号举牌2100万 一号增第一次 游资散户较苦连天 唐元月却坐直了身体 申 举牌 2150万 一次十万 叫人昏昏欲睡 不如把资本不雄厚的竞拍者淘汰 大家干脆利索地竞出个结果多好 和申一眼举牌 12号 12号2150万一次 白珍珠看着夏小兰 这价钱也太高了 还举牌吗 夏小兰轻轻摇头 2150万买122.3亩土地 单价是17.5万亿亩了 这会占用启航太多资金 杜兆辉却精神一振 一改蓝散 直接举起了手里的号牌 我出2300万 哗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杜兆辉身上 这也太任性了吧 一下把拍价抬得那么高 让大家还怎么活 等等 之前这车龙的杜总不是说要二号踪地吗 那出来挡什么乱 还是心太野了 想把三块踪地都拍下 杜兆辉的心一点都不野 他就是想要一号踪地 他下场竞拍 为会场带来的小高潮 朱岁周跟了两轮就放弃了 太贵了 跟不起 唐元月想了想 也让和申不要再举牌了 和申还不服气 姐夫凭什么要让人那个兴度的 唐元月低声解释 有三块踪地 你着什么急 我们相互竞价 最高兴的还是夜城政府 这是生意 不是斗气 事关生意的时候 脑子最好清醒点 眼下不是在什么艺术品拍卖会上 大家同时看中了某个艺术品相争不放 慢慢竞价竞出了真火 周围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不继续加价 面子下不来台 有钱人的钱 想怎么花都随自己心意 一旦涉及到生意 就要考虑成本和盈利了 被女朋友哄得高兴 送房送车几百万花出去了不心疼 那是花了钱心中也高兴 但一笔生意亏了几百万 那真是从头发到脚趾都不舒服 唐元月还在生杜赵辉的气 但杜赵辉眼下想要一号踪地 他愿意让一让 不让也行 他跟着竞价 把一号踪地的拍价炒高 让杜赵辉多花几百万 那又如何 杜赵辉反过来 就会在二号三号踪地上瞎喊价 让玉华今天一块地都买不到 所以唐元月不竞价了 何时恩似懂非懂 年轻人一言不合就挽起袖子争斗 理解不了唐元月的做法 可何时恩手上的号牌本就是玉华的 唐元月让他举牌是过过瘾 没有唐元月的允许 何时恩是不能下去牌的 他要是一时冲动喊个三千万 肯定能把一号踪地拿下 可这三千万他又掏不出来 最后还是玉华集团买单 回港岛后 多半要被他老豆打断腿 何时恩拿眼睛瞪杜赵辉 杜赵辉浑然味觉 唐元月一退出 场上就只剩下三方在竞争 一是杜赵辉 一是哈罗德派来的代表卡尔 第三个是港岛的一家公司 唐元月不继续出嫁 另一家公司的代表也冲杜赵辉拱手 也要把机会让给撑龙了 所以 最终就剩下杜赵辉和卡尔在竞拍 两人轮流举牌 直到卡尔出嫁到了2400万 杜赵辉又往上加了50万 这下连卡尔也不想继续出嫁了 一号宗帝 二十号出嫁2450万一次 还有没有人出嫁更高的 一号宗帝 位于椰城西郊 总面积122.3亩 起拍价1800万 二十号出嫁2450万两次 2450万三次 成交 木锤使劲敲下 一号宗帝最终以2450万成交 感谢各位 承让承让 杜赵辉站起来冲全场挥手 骚包的厉害 杜赵辉觉得这价钱能接受 椰城政府也比较满意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局 杜赵辉坐下后才问夏小兰 会亏吗 椰城政府和椰城地产业 都要感激你的贡献 你的出嫁 让椰城的地价一举突破了20万亿亩 亏是不会亏的 就是少赚点 可相较于未来三四年穷倒低价的涨幅 少赚的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22.3亩的土地 最终成交价2450万 单价达到了20.03万亿亩 眼下才是1988年底 夏小兰觉得穷岛的地产热比上一世来得更快 是因为它的影响吗 这不是夏小兰自大 而是这件事可能真有它的影响 比如朱穗州本不会来穷岛炒地皮 比如杜赵辉和唐元月 夏小兰不知道他们上辈子是否会来穷岛投资 但就算要来 也不会这么早 资本过多过早的涌入 穷岛的地价当然会涨得比前市更快更猛 泡沫来得快 也会破得快 夏小兰暗暗提醒自己 不能再仰仗上一世的记忆去看待穷岛地产形势了 以现在的形势 等不到1993年 泡沫就会被戳破 她若是在推波助澜 时间还要提前 夏小兰没说会亏 杜赵辉就自动过滤成了会赚 会赚就行 会赚就说明称荣集团在穷岛的投资是对的 她是称荣集团的董事长 可以光明正大留在穷岛了 杜赵辉心中欢喜 唐元月的劝告并没有影响她的心情 她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杜家有没有继承人这种事 现在操心太早了 她还不到30岁 等40岁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晚啊 现在她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因为她不痛快了20多年 好不容易打败了杜家其他人 能当家做主了 谁也不能勉强她去做不愉快的事了 杜赵辉已经拿下了一块地 就不太关注接下来的竞拍了 当然 等到二号棕地竞拍时 夏小兰举牌 杜赵辉也跟着举 二号棕地69亩 起拍价950万 要比一号棕地的单价便宜 位置上也不如一号棕地那么好 但她引起了全场的疯狂举牌 这是资本不雄厚的竞拍者 最容易拿下的地块 朱岁周也想要 圣轩的心都揪到了一起 杜赵辉对一号棕地表现出 实在必得的决心后 大家都陆续相让 可朱岁周显然没那么大的面子 一群人该怎么出价还是怎么出价 二号棕地的出价被一点点炒高 950万的起拍价 很快就被推高到了1460万 二号棕地 1460万一次 二号棕地 单价21.16万一模 比一号棕地还高 和朱岁周相争的是卡尔 朱岁周只能无奈打算放弃 圣轩替丈夫委屈 朱岁周自己的心绪也不平 本来说好要理智的 不管能不能拍到都是好事 但一旦进入了竞价的模式 一次次举牌 一次次飞快计算单价 一点点加价 最终还是超出了承受力要放弃 这得多不甘 岁周再举一次吧 都已经把价钱推到了这么高 再举一次牌又何妨 杨帆地产拍不下二号棕地 不如把他价钱推得更高 阿萱 朱岁周也不想放弃 到底是没说出什么反对的话 圣轩直接把牌子举起来 1500万 31号出价1500万 全场又开始窃窃私语了 他们不知道杨帆地产是啥来历 这几个月在穷岛陆陆续续也买了不少地皮 现在一看 人家制裁力还真是雄厚啊 另一边 杜兆辉低声笑 他要和威尔逊家争 这姓朱的哪来这么多钱 杜兆辉对朱岁周的定位就是摔仔机的跟班 摔仔机坐牢去了 没瞧见如此精彩的一幕真是太可惜了 字幕志愿者 杨帝火 这个耳朵的不是很可惜了